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6月20日 今天呢,这个有点时间 经历也比较充沛 再做一个节目呢 放到海外奇谈这个栏目里 再来谈谈呢,郭文贵 昨天呢,从网络上看到了郭文贵啊 和美国这个半农啊 还有一些名人 搞了一个对谈的活动 这个节目呢,由于是中英文对照 而且又有字幕 我看点击率非常高啊 应当承认在海外的影响 那个相当大的 现在由于郭文贵呢 得罪了一些海外的一些民运人士 有很多人认为郭文贵的影响力 这个不大 或者对郭文贵的评价 持有负面的看法 本人认为啊,必须承认 郭文贵目前在海外舆论场啊 特别对美国这个 一些政策的影响力啊 其他人是 这个不能这个比例的 那么郭文贵昨天在这个节目当中 这个反复的啊 非常这个激动的声称呢 这个武汉肺炎呢 是中共制造的一个 这个生化武器 是故意啊 就是说发动的一场对美国的 这个战争啊 他这个态度非常坚决啊 得到了这个 班农的这个认同啊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有两个问题啊 很值得研究啊 一个是 这个P4实验室 和这个J4 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 蔓延全世界的关系问题 这是个敏感的话题啊 到现在为止啊 中国没有允许国际社会的 具有独立调查这个能力啊 和条件的一些组织啊 这个去深入的研究啊 这一点的确是一个事实 那究竟是 这个 海鲜市场啊 华南海鲜市场 像官方讲的呀 这个 由这个生物啊 由这个动物传染 还是这个 人家一大 这一点讲不清楚 以灵外界困惑啊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封城之前 跑出去五百万 五百万当中 又有一大部分的 前往美国 欧洲等其他国家 把病毒啊 带到了全世界 这也是一个事实 那么这出去这些人 背景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有意义的还是无意的 这些也值得研究啊 那么本人对这些情况啊 没有第一手材料 不敢汪家平均 但是我应 我认为啊 就郭文贵这个说辞 现在越来越得到了 很多人的认同 郭文贵出来爆料之后啊 2017年 这个在海外 这个搞了一场 这个重大的爆料事件 当时人们都很多人质疑啊 真还是假 那么那个时候 可以这样讲 我坦率地承认 我呢 不太相信 但是呢 郭文贵讲到这个 港警的 在这个香港的啊 这个 可以这个 不顾一国两制的 这个一些规定 可以进入啊 直接地进入 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这个住宅当中 去搜查这一点 以前我是不相信 我认为郭文贵在那儿忽悠啊 可能是因为他的财产 在香港有部分被 没收啊 被这个冻结啊 被调查 他要采取这个反击措施 故意在渲染 但是现在后来 经过王建民这个案件 以前我曾经讲过啊 我终于相信了 这个蓝金黄在香港 的确是存在的 港警的这个无法无天啊 甚至寻思妄法也是 这个有案可差的 这一点我们通过事实 已经足以证明了 不需要再讲 你想王建民被审讯的时候 他那些 这个在放在办公室里面的文件 这个 是怎样留到这个 办案人员手里 这就足以说明什么 说明没有经过王建民 继续讲人的同意啊 这个门是怎么打开的 所以这件事情啊 就给我很大的震动 是我 这个重新的审视 郭文贵的爆料 那么此外啊 郭文贵还谈到了 这个海航的问题 这个王启山的问题 我们先存疑 但是有一点你必须承认啊 王建之死是非正常死亡的 你看他家人保持沉默 跟随他那一批人 被郭文贵啊 通过录像的形式直播在网上 这应该是事实吧 究竟发生了什么 到现在是个谜 肯定 假如没有海航事件 没有郭文贵爆料 王建不会这样死去 而且接着就是 这个曾经在里昂 法国工作的 这个公安部副部长啊 孟宏伟的 这个突然间被抓 这也是一个疑问 从某种意义上讲 本人认为啊 有嫌疑表示啊 他可能是因为 就王建这个事情 有没有可能是派他处理 王建的事情最后话泄密 干脆把他找一个地方 关起来更好啊 这也是一个问题 慈爱台湾的问题 这个郭文贵也讲过了 国民党被中共这个操控啊 台湾也是中共的渗透非常厉害 但是你后来我们看到 香港反送中运动也发的 台湾的一系列变化 特别是什么呢 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韩国瑜的表演 他表演之初的时候 我都被迷惑了 我一度还赞扬他 现在回想一下 他是肯定和中共有 这个不畏人知的一些 这个交易啊 所以说他最后落的这个下场啊 总统没选上 高雄市市场也丢了 这显示什么 国民党的挫败 而国民党的挫败 引申到马英九那年代 干了八年和共产党 踩着红地毯在南京 搞的那一切 特别是一些台商和中共的这种盒子 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所以说也从一个角度 一个侧面 证明了国民党的 讲的是基本上是对的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 最最有利的一个 正面国民党的爆料 正确的就是美国之一事件 以前他讲过这个段 段部门呢 当时他说中共 这个渗透了美国之一 我都认为他 这话讲得不可信啊 但是这一两天 发生的事情 我们已经看到了 非常令人震动 也非常令人鼓舞 于是美国现在 对美国之一 进行了这个人事的调整 人事调整之后 台长副台长 已经离职了 倒不是说解雇啊 应该是他主动辞职 给他一个面子 原因是什么呢 根据网络的消息 就是因为川普 提名了保守派的制片人 叫Park 他担任了什么 担任了这个 全球媒体管理局的局长 这是一个美国之音的 上级部门 他这个人事变动 就根据网络提供的消息 说这是对川普来讲 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说的是2018年 他就提名要想这样做 但是遭到了这个反对派 也就反对党的这个杯葛 随之拖到今天 结果他这个名单一出来之后 马上啊 据说这个美国之一 自由亚洲电台 古巴广播办 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啊 还有中东广播电台 这些人事都进行了挑战 这就是我想起了这个 这个我和自由亚洲电台的合作 自由亚洲电台 我非常感谢他 我刚来到这个加拿大的时候 到美国去参加这个保护记者委员会 一个颁奖的事 那时候我也接受了这个美国之音 这个主持人古济柔的采访 然后呢 这个自由亚洲电台就聘我做这个 政治评论员 聘用了时间好几年 这个每个月最初规定是 这个可以发表这个 这个四篇稿件 后来减了三篇 最后干脆就和我解除了这个合约了 原因是什么 他就说呢 是冠敏堂皇的原因 就说是 这个川普削减了这个 上台之后削减了这个经费啊 就没有钱了 但是我看后来 我这个名字从这个评论员当中消失之后 他又补了很多人 这个说明他是忽悠我啊 就是他看我不合适的 原因是什么呢 我认为我发表那些观点 还是比较这个客观重力的啊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 如果说有写的不太好的话 那是因为我的这个认识能力的问题啊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个也和这个这个变故啊 忽然间的这种变故啊 和我解除这个撰稿这个合约 有没有可能也是由于这个 这个中共啊 这个对这个美国之音 包括自由电台的渗透有关系的 这个一点是我今天感到怀疑啊 以前我没有怀疑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 就比较正诚啊 总把别人想的比较好 到了一些重大问题上 我都在检讨我自己做的不对啊 那么但是我今天看到 美国之音报道讲到 美国之音这个台长 说为什么让他离职 我认为这里列举的一个 他的个人的一些事情啊 非常值得怀疑啊 因为美国之音这个台长 他在这个美国之音呢 是奥巴马在2016年认名台 认名之后呢 据说就发生了什么呢 有关这个美国之音 这个媒体啊 其中有一些报道上讲到 说是这个台长的 塔利先生在中国做生意 而且做的生意非常大呀 叫哥雷 哥泽 哥姆 哥雷哥姆 说是他在中国呢 不仅呢 有这个搞了这个教育控股 这个集团 这个工作啊 这个生意 和几十家大学 做这个教育方面的生意 每年的这个 已经获得了经济效益 据说是几十亿美金啊 而且他这个先生过去 还冲击曾经 对这个 在美国这个媒体界啊 这个华尔基 邮报 据说操控了 这个主掌 二十多年 具体情况 我不太清楚 但肯定 他的先生在中国做生意 做的这么大 不可能不和中国官方交往 有没有可能中共官方 故意给你生意 然后呢 这个作为交换 那么你在这个 美国之音报道方面 就要温和一些 甚至在某些方面 导向中共 这的确是一个嫌疑啊 至少有利益冲突 先不讲有没有这个事 但是你先生在中国 做这么大的生意 你在这边还掌控着 美国之音 这个这种媒体 那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把它撤职啊 这个我认为 这也是啊 这个在情理当中啊 只是过去 这个我是比较这个 这个单纯啊 想的也很少 我认为这一次 这个人事调整啊 特别重要 难怪呢 这个川普啊 在任命了新的啊 这个 这个制片人啊 担任这个美国全球媒体 管理局局长的时候 异常兴奋 说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啊 那这个从这个角度 又充分说明什么 说明郭文贵当初讲的 美国之音被渗透 不是空穴来风 所以说如果你现在 在说明郭文贵爆料以来 都是谎言 我看不要这么讲 已经站不住了啊 而且你再看 重庆公安局局长邓恢林被抓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 他参与了这个 加拿大记忆的陈氏兄弟 这个案件 我们知道陈氏兄弟 帮助郭文贵啊 传递了一些信息 后来被抓住以后 加了一个罪名是什么呢 伪造机密文件 但是大家回想一下 郭文贵提供的 所谓机密文件 如果是假的话 像美国中央情报局 那么多特工 能饶了郭文贵 怎么可能还让他 现在待在美国呢 所以我觉得 我们用常使用膝盖想一想 我估计那个机密文件 应该是真实的 只不过最后需要一个什么 需要陈氏兄弟 当个垫背的 当一个这样的表演者 来证明什么 证明啊 中共讲的是对的 正因为这样 这个案子是一个假的案子 是一个冤案案 所以邓恢林就需要闭嘴啊 那说不定 中共的高层 现在看了机会到了 到了这个社会大变局的来临 有可能中美开战 一开战 共产党知道自己抵抗不了啊 担心将来 这个邓恢林成为一个舌头 证人 所以干脆像你 和孟宏伟一样啊 找个地方待着 就和孙力军一样啊 孙力军被抓 很可能是因为在武汉 这个防疫之处啊 在这个毁斯灭迹 特别在批诉实验室 调查方面 可能掌握了一些 敌手材料 这才是他被抓的主要原因 也许是这样啊 我不能确定啊 那么这些事情 都充分的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 郭文贵爆料 的确是 有很多东西 到目前为止 已经被事实证明是可信的 这是最关键的 所以说 非常的有必要啊 大家 这个再次的 就可以看一看 这张图片啊 也就是刘延平 这个2017年5月24号 到郭文贵家里吃饺子 和郭文贵的谈话的录音 后来被披露到网上 你可以看 再重新听听这些录音 这个视频呢 似乎可以恍然大悟 所以说 为什么中共对郭文贵 如此的害怕 采取这么多的措施 进行这个 围追堵截 进行骚扰 进行破坏 进行诬陷 我认为 和郭文贵爆料当中的 真实性 具有震撼力 特别对中共的 统治的 这种颠覆 本人认为 的确是了不得的一件事 那么 刘延平和郭文贵 讲了很多的谎话 以前我曾经讲过 他谈到波西来 这个案涉及到的 大连天天渔港的 餐饮有限公司的案件 这个 刘延平是故意 是 这个 撒谎 这样的一个人 回去之后 没有受到处分 反倒现在担任 中央巡视组的 一个组长 你就想 中共这种 反腐败的案件 有几分可信 所以不用讲了 有很多事情 人都不是听 谁讲 讲得多么好听 看他做得怎么样 那当然了 回到郭文贵这个问题 由于郭文贵 他的爆料在海外 造成了影响力 那是巨大的 而且他本身 就经济条件 虽然中共没收了 很多财产 但到目前为止 你可以看到 他冷然比海外的民运人士 要经济势力 凶厚得多 正因为这样 他有一批什么的 这个崇拜者 唯一一批这样的 就关注者 那么当然 关注当中 有很多人是为了生意 为了赚钱 为了猎气 甚至有可能是 中共这些现任 特务等等 但是呢 你也得承认 他也有一定的人气 人气是比较棒 这一点是 民运 海外民运 奋斗了很多年的一些人 说不能忘记 小悲的 正因为如此 我们可以 我可以简单的 谈谈我个人的推测 假如有一天 中共真的像 人们遇事那样 就是垮掉了 不管是战争 还是内部的内乱 造成这个 这个整个社会的转型 共产党崩塌 那么美国肯定需要 扶持一个亲美的 这样民主的 这个宪政民主的 这个新闻自由的 司法独立的一个 这样政权的一个国家 肯定要开始一个 开启一个新的重建 那么重建就要 一人票选取 有没有可能将来 郭文贵由于 他的个人魅力 和他的影响力 他的人气 他的经济技术 他的宣传的能力 有没有可能成为 未来的中国领导人 这一点也是一个悬念 本人认为不能排除 这种可能性 所以说 我并不认同 像有的人讲的 就是郭文贵一无事处 我也不认为 要搞什么 这个个人民心 个人崇拜 郭文贵和我 和其他人都一样 我们普通人一样 都有优点缺点 长处短处 有些缺点可能是 非常非常的明显 但是这些东西都无关紧要 我们必须承认 假如将来中国 实行了民主的转型 和平转型更好 如果是不能和平转型 伴随着这个动荡 这种可能性也存在 那么但是有可能 你不要瞧不起 就是郭文贵 有可能将来 真的能成为 中国老百姓 这个认同的一个新的领导人 这是我今天 大胆地做出一个预测 那当然了 以前我在节目当中讲到了 还有魏京生 王君涛 王丹 徐文立 国内还有 高志胜 徐自有 秦永敏 还有王炳章等等 都有可能成为 未来的领导人 这要靠什么 靠中国老百姓 一人一票去选举 不论谁上台 我认为 只要是合法产生的 都能给中国人民带来希望 那至于说将来 郭文贵是扮演什么交色的 这个很难预测 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 在结束的时候 还要再次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尤其感谢那些 无私的帮助这个节目的 一些人 不仅仅是订阅 而是要通过一些方式 帮助我们这样的脆弱的 渺小的这样的媒体 这样的自媒体 来表达自由的心声 谢谢 再见